这一轮表现都可以 双方打平 我们就全靠小彤了这一趟 高光时刻 特别棒 小彤应该加分 真的厉害 是真的厉害 真的吗 小彤真的很棒 真的很棒 未来可期 这个姿势在我心里地位太高了 原来我应该去当主持人 别在这一直挨泼水了 小彤快逃吧 各位终于要迎来终极决战了 两队要用语言来进行正面的交锋 终极之战一共两个回合 第一回合个人战 第一回合的规则就是 两队各派全手对阵 用语言让对方心跳超过110 最后哪一队成功40多 哪队获胜 对阵的是花花杨迪戴上手环 好戴上了 杨迪 你好 听说你是王牌的钉子户 今天我就要拔掉你这根钉子 哎呦妈呀 不是听说 我就是个钉 但我不是钉子那个钉 我是一个圆钉 我来到这个王牌的舞台 主要是为了什么 修理修理你这朵花 听说你非常喜欢 抢自己演唱会的票 然后每次都抢不着 你作为一个歌手本人 这么喜欢看自己演唱会的话 你就在家里面对着镜子唱就好了吗 何必抢自己演唱会的票呢 哎呀忘记一件事情了 花花唱歌的时候眼睛是睁不开的 对对对对对 杨迪你把自己的心跳说到110了 哎太飘了太飘了 我唱歌的时候确实不太睁眼睛 可是有些人把这个睁开眼睛吧 跟没睁也没啥区别 不是话说你为什么一直赖着王牌不走呢 你觉得王牌家族真的接受过你吗 唯一的印象就是杨迪偷蹄 就是有点嫉妒个人觉得 你跟梧桐的关系吧 我是真的比不过 毕竟你俩是大手同学 琴同手足 而且形影不离 亲密无间 那我跟梧桐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他是我歌迷 据统计啊这个王牌第六季 截止到目前为止 来了有六期 哎呦那我就想问 为什么第三季你没来呢 是不是因为那一年你跟梧桐吵架了 不不不不 太夸张 你是哪一季来的呀 我第四季 所以我第三季为什么没来 没必要来 你都不在我跟谁去PK呢 第三季是沈腾哥刚来 让他把地盘坐稳了 我第四季才好来会会他呀 钱我看你平时说话说挺少的 吐槽的时候还挺厉害的 你有本事吗 你吐槽一下王牌家族的几位好不好 那我不但要吐槽 我还要唱着吐槽 让他唱 哇 真是现场福利了 让你让你 我羡慕你 每次大提都第一 哎呀 腾哥腾哥 他想把你代替 我觉得 他 不能和你比 甚至都不应该起 他漂泡不够 两百亿 其实耍赖也不如你 赖不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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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儿姐 灵儿姐 你不一般 你像马柳的花 严成续 雨衣过断 搭完了 这个忙 滴滴我 绑不了 只能劝你 洗洗睡吧 做个好梦 锹通 艮 Uhr 小彤 小彤 你心甘 担 canyon 家族受惩罚都让你承担 都是他俩的原因 与你无关 我教你一招再让你背锅 就推给松亚轩 啊啊啊 和我团结的家族 啊啊啊 多么友爱的家族 啊啊啊啊 多么团结友爱的家族 可惜 这形容的不是网牌家族 其实这样我们也听过来爱了 一起度过春秋冬夏 希望我们一直都开心下去 打打闹闹一辈子 这里永远是我们的家 这里也是我的家 你是我们的好邻居啊 一脚被他踹飞吧 好了好了好了 这轮心跳超过一百一十下 次数更多的是秧帝 我吗 耶 哦 谢谢 各位接下来我们马上进行第二回合 辩论赛 紧张激烈了各位观众们 因为我们今天的辩题是 王牌对王牌节目当中 到底是嘉宾重要 还是王牌家族更